相信昨天最近报的消息 就是张新宇突如其来宣布婚训了吧 被刷屏了一整天 因此很多人都知道了张新宇的老公和杰是一名军人 曾经在张新宇参与录制的真人秀骑兵神权 里当教官 纵观娱乐圈 很多明星情侣 夫妻都是因戏结缘的 但随着真人秀的发展 越来越多明星开始通过真人秀认识另一半 比如热搜小公主郑爽 前些天他就被媒体拍到跟一男子亲密出行 两人有不少亲密举动 包括玩手 拥抱 亲头等等 后来网友才发现原来这个神秘男子 就是郑爽参加过的综艺 这就是铁甲里的赛事总监张恒 据了解 张恒今年28岁 跟26岁郑爽年龄相当 曾在美国留学 目前在这就是铁甲等节目中 有参与投资可制作 说到撮合明星 就不得不提恋爱真人秀 如果爱了 节目目前办了三季 每一季都会撮合一对情侣 假戏真作 比乡亲公司还厉害 如果爱的第一季 节目组成功撮混了张力和王阳明这对高颜值CP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王阳明还带了张力建家长 正当他们备制仪式作秀时 王阳明跟张力直接公开练情 让不少网友惊讶 只不过 王阳明跟张力的练情没持续多久 就宣布分手了 至于分手的原因 张力方案是王阳明疲腿 而王阳明则表示不愿多谈 如果爱的第二季 则成功撮混了钟力提和张伦朔彻对姐弟恋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钟力提在节目上跟张伦朔谈恋爱只是闹着玩 没想到后来两人居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令人欣慰的是 如今钟力提和张伦朔 无论私下被拍还是一起上节目 都是一副恩爱的状态 不得不说 如果爱请了他们来参加节目 真是做了一件好事 到了如果爱的第三季 虽然这一季播的悄无声息 没引起什么水花 但最后还是托托了影儿可抚新播 不过说到通过综艺节目发展魏夫妻的 就不得不提在韩国和中国都非常有人气的主持人刘暂时了 刘暂时跟妻子罗静音相识 是通过刘暂时主持的综艺诬陷挑战 今年初期停播 当时刘暂时是无限挑战的CV主持人 而罗静音则是节目的播音员 一来二往之下 两人就熟悉了 在无限挑战第三十期节目中 刘暂时勇敢地公布自己跟罗静音 正在很好的交往中的消息 更让人惊讶的是刘暂时还表示他不年轻了 该结婚了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不少少女表示心碎 毕竟刘暂时在韩国的人气可是非常高的 其实在近年来的真人秀里 还有不少CP都深的网友喜欢 只不过他们大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互动得很暧昧 节目播完几乎就没有互动了 但大家还是非常期待他们能在一起的 比如通过我们相爱吧 认识的刘文和崔始源 在节目里的表现很真实 节目后刘文还跟崔始源的妹妹 一起看崔始源的演唱会 但在那之后 两人就没任何互动了 无形和潘伟宝也是通过我们相爱吧 成为圈粉巫术的CP 有段时间两个人在一起的传闻传得很凶 无奈后来潘伟宝被爆一次有女朋友